放眼望去一直是吴郭鱼帆渡漂流 几乎盖满这个河面 这惊悚的场面竟然就发生在桃园大圆老街西河段 根据估计这河段有高达1.2万的死鱼 水务局获报13号下午派人前往会刊 测得河里水温高达29.2度 目前排除污染所造成 研判是因为水温太高 加上河床藻类氧化鱼群一似缺氧 导致大量暴毙 去检测水质 水质PH是7.12 水温29.2度 没有检出来有铜跟镍的残留 所以他们研判是没有污染 今天应该会 应该会退完 大量于是近烈日曝晒 发出真正恶臭 水务局获报除了派员前往 还出动大型怪手清理 最后再交由废弃物轻运车再走 据了解桃园当日最高气温达35.6度 现在气温不断飙升高 民众出门在外除了防晒 也要多补充水分 并重数 记者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